其實宋維麗前議長還蠻客氣的 他說沒錯我就是P圖 而且我沒去市場 其實蠻誠實的啊 而且他說他很酷手的 把所有網路上面的P圖 全部匯集到他的臉書上面 其中有一張2020到2020 那是出現在他的臉書上 宋維麗的臉書上面 那當然是網友的 網友的酷手 因為我覺得宋維麗 他蠻針對這件所謂P圖事件 其實還蠻大方的 可是這張照片是他自己PO的 是他自己PO 他把所有的網路上面的P圖 全部匯整嘛 不是那你還剛好PO這一張 剛好PO他就趕快撤架 趕快下架 那為什麼要下架呢 當然是怕說對 所謂的謝國良的罷免案不利嘛 其實宋維麗的這些P圖 其實是對於所謂謝國良 不滿的出口嘛 說真的宋維麗還蠻大方 蠻誠實的去承認 他所犯下的一些這些問題嘛 但是謝國良卻沒有這樣做嘛 所以所有的基隆都在淹水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的P圖叫P什麼 P宋維麗到處去幫謝國良視察 這裡也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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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基隆幾乎都淹水嘛 所以P圖是P淹水 再來已經是全基隆都是 已經是水都了 所以乾脆碰一個衝浪罩 所以這些圖都變成是CUSO的圖 而這些CUSO都是對謝國良的不滿 不滿有幾個 第一個放假嘛 剛才講說北北基陶生活圈 其實基隆叫做北海岸生活圈啦 北海岸的萬里金山石門 到禮拜六都還在放假啊 為什麼 復原嘛 救災嘛 這個東西是北海岸生活圈 連侯友都知道 要部分的區域要放假 結果你基隆有沒有放假 沒有放假嘛 你該放假的時候不放嘛 第二個部分就是 他拿草皮 沙包去放草皮 合起來叫做草包市場嘛 所以你整個的物質 沙包也可以擋土石流 然後草皮完全不重要 假草皮完全不重要 你拿那麼重要 大家需要的沙包去壓那個草皮嘛 另外就是所謂的 我說不只沒有市場嘛 還連立委都沒有 林沛翔人家劉士芳來 內政部長全台總指揮耶 其他縣市都在爭取資源的時候 你叫人家閉嘴 所以基隆已經不只沒有市場 連立委都沒有嘛 所以你種種這些東西 都增加了所謂 這一次災情的大家的仇恨值嘛 好 所以台風動到尾聲的時候 剛開始造成了這個南部地區 高屏地區的重創 那之後帶來了基隆 還有新北部的地區 但請教一下瑞德哥 有一件事情我滿意外的 這一次像我看到一個新聞 出名美食館外面的這個雕塑 也都說泡水當中 沒錯 那損失非常慘重 這一次也造成新北地區 這個災情非常嚴重 今年七月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高雄淹大水 高雄淹大水是因為紅苔過了 紅苔會跟所謂引進西南汽流 在高雄南部這個地方下大雨 那這次為什麼 颱風不是在高雄嗎 然後紅苔會就算掃起來 不會應該那麼大 因為這次是秋冬之際的東北季風 東北季風 所以下了那麼大的雨 高雄是風強雨重 但是結果沒想到 基隆他自己本身 一天之內下了406毫米的雨 破了基隆氣象站78年來的紀錄 那在金山下了大概600多毫米 各位如果聽不懂 我告訴你 一個地方就在基隆這個地方 一天之內40幾公分 400多毫米就是40幾公分 那如果600多毫米就是60幾公分 那最多的時候呢 在這個相關的那個莫納克風災的時候 阿里山那個地方還下了1000毫米 一公尺 你想想看一個地方下了40幾公分 他當然地不是平的 所以高的地方他就不會淹水 但低的地方就會可能淹到一層樓高 那所以在這個 這一次也是重災區之一的 包括淡水三支對不對 淡水三支也包括這個等於說 好多地方也包括石門這些地方 都淹大水金山 那這些地方你看那個廟都淹到快一半 而且你看這個三支的廟 大家說走都走不出去 是汪梁當中的廟 都淹到一半 很多的廟 這次很多的廟宇 那麼都淹到大概這個二分之一 甚至於這個快要滅頂了等等 那為什麼下那麼大 很不幸的是 那這一次在打颱風風災這個統計上面 本來是兩死對不對 結果在昨天又多兩名罹難者 為什麼呢 因為在金山有一對夫妻他們出去吃飯 回來的時候不幸 那個太太滑到那個滑到下面是河川 那淹水就先生要去就連他一起掉下去 非常不幸了 所以呢多增加了兩位罹難者就對了 那你看還有國小還有高中 小朋友竟然被困在學校 沒有辦法回家就對了 那後來分批先安置 安置在學校的宿舍或是在教室裡面 然後再分批想辦法送吃的進去 跟一個一個把它給接出來 所以他們下雨的狀況 比我們想像中 聽說金山從來沒有看過下雨下這麼大 那淡水當然就哀嚎 為什麼因為放假不知道為什麼獨缺淡水 淡水也下了很多的雨 雖然是300多毫米 但是還是下很多雨 土石流啦 好多地方 那所以他們在說難道淡水的 淡水人的命就不是命嗎 為什麼放假只放那幾區 為什麼忽略了我們淡水人就對了 那除此之外 基隆當然也是重重之重 基隆既然一天下了406毫米 既然你都知道 基隆市長你都知道 你都注意中央氣象署的統計 你就知道下了那麼多雨下來了以後 所有的水氣都一定 比如說基隆多山對不對 所以它都會滲進去 那麼它的相關的 你想想看 那麼相關的土石 還有相關的那個山 它吸了那麼多水氣進去以後 一個不小心就會走山 就像我們看到的這樣子 那有的是那個土石泥流就沖下來 有的是那個攤坊 然後因為為什麼 你如果撞到沒有 你如果撞到沒有說很厲害 那個樹跟那個草 那麼如果你抓地力不夠強的話 一個不小心 尤其是地震 地震發生過後 最容易走山 最容易發生土石 整個都來另外 整個都來 我跟你講你還要慶幸 沒有壓到那個經過的人車 所以你就知道基隆這一次 為什麼那麼嚴重 一直到昨天 包括新竹市消防局 還有桃園市消防局這些 都還派這個人車收救單位去協助 我就不懂為什麼在第一時間 你沒有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跟中央求援 你那時候第一時間 跟這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求援的話 他一定會去協助你的 因為畢竟你的基隆 自己本身的消防局 你的那個搶救 整個量人 不是全國數一數二的 還是由六都來協助你是最好的 那麼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謝果然被罵翻天 不該放假說你大好天氣 離颱風最遠 然後出大太陽 結果你放假 結果該放假的時候 你不放假 那除此之外 其實在高雄對不對 也很嚴重 高雄很嚴重 各位還記不記得 那個超商那個畫面 你看這個畫面是 有人用浮具對不對 用那個船罰 然後自己去到處接 船都拿出來了 對 但是我們要感謝他 非常感謝他 他去救人你知道嗎 他去把受困的人 用這個看起來很心酸 水上行舟 你覺得很好玩 事實上是很心酸 為什麼呢 因為他用他自己本身的 這個船具 然後再加上馬達 然後他就可以在水裡面 他其實是要冒一點風險的 因為你如果水太低的地方 他那摸打會去傷到 但是我們感謝這位先生 為什麼他肯去救人 他在淹水很動的地方 我發現他接了蠻多人的 所以謝謝他 但你也知道 也讓你知道 在很多地方淹大水的情況之下 那麼還有風那麼大 我常強調說 我從來沒看過 那個箱形冷氣有沒有 竟然有辦法被風吹得 從這個外面被吹到 掉到那個裡面來 怕死人啊 不要看過 自從長眼睛 洗眼睛 洗眼睛 不要看過這種場面就對了 更何況有一個這個場面是 大家不是那個超商 大家去扶著那個玻璃嘛 對 突然間 扁破 那個風大到扁破之後 整個像爆炸的現場一樣 為什麼在剎那之間 風灌進來 人被吹到裡面去 那所有的價值 全部都會毀掉就對了 所以千萬不要 輕敷颱風水 帶來的這個傷害 我們過去很多來賓都說 因為這個 說要罷免謝國良的情況 其實也吵了這個 大半年之久了嘛 那之前很多來賓都建議說 謝國良是趴多低有多低 謝國良居然扒低了 但有人站的也蠻高的 宋偉利跟這個 林佩祥都站的蠻高的 為什麼姿態要擺那麼高呢 好 我們請教他逸三哥 因為我們說昨天謝國良生日 宋偉利就不小心 就轉PO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蠻巧妙的 轉PO到了霸梁的圖片 你幫我拿起來一下 就是這個 宋偉利還指著這個 就是謝國良的墳墓那一張 但重點是我就想說奇怪 這個時間點 你PO這個照片不對啊 到底是誰不小心 按到那個發出鍵呢 好 謝國良說 我完全沒看到 不是耶 你這是在上面添彩火是不是 對 我要幫宋偉利講一下話 其實宋偉利前議長還蠻客氣的 他說沒錯我就是P2 而且我沒去市場 其實蠻誠實的啊 而且他說 他很酷手的把所有網路上面的P2 全部匯集到他的臉書上面 其中有一張2020到2020 不是 這是出現在他的臉書上 宋偉利的臉書上面 我蠻想說 還是被惡搞的 因為我覺得宋偉利他蠻針對這件所謂的P2事件 其實還蠻大方的 可是這張照片是他自己PO的 是他自己PO 他把所有的網路上面的P2全部彙整嗎 不是 那你還剛好PO到這一張 剛好PO到這一張 趕快撤架 趕快下架 為什麼要下架呢 當然是怕說對所謂的謝國良的罷免案不利 其實宋偉利的這些P2 其實是對於所謂謝國良不滿的出口嘛 說真的宋偉利還蠻大方蠻誠實的去承認他所犯下的一些這些問題嘛 但是謝國良卻沒有這樣做嘛 所以所有的基隆都在淹水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的P圖叫P什麼 P宋偉利到處去幫謝國良視察 這裡也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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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基隆幾乎都淹水嘛 所以P圖是P淹水 再來已經是全基隆都是已經是水都了 所以乾脆碰一個衝浪罩 所以這些圖都變成是CUSO的圖 而這些CUSO都是對謝國良的不滿 不滿有幾個 第一個放假嘛 剛才講說北北基陶生活圈 其實基隆叫做北海岸生活圈啦 北海岸的萬里金山石門 到禮拜六都還在放假喔 為什麼 復原嘛 救災嘛 這個東西是北海岸生活圈 連侯友都知道要部分的區域要放假 結果你基隆有沒有放假 沒有放假嘛 你該放假的時候不放嘛 第二個部分就是他拿草皮 沙包去放草皮 合起來叫做草包市場嘛 所以你整個的物質 沙包也可以擋土石流 然後草皮完全不重要 假草皮完全不重要 你拿那麼重要 大家需要的沙包去壓那個草皮嘛 另外就是所謂的 我說不只沒有市場嘛 還連立委都沒有 林佩祥人家劉士芳來 內政部長全台總指揮耶 其他縣市都在爭取資源的時候 你叫人家閉嘴 所以基隆已經不只沒有市場 連立委都沒有嘛 所以你種種這些東西 都增加了所謂這次災情的 大家的仇恨值嘛 另外就是對於你 基隆市場已經當兩年 你政績的檢視跟面對災害的時候 你的應變能力完全不及格